凝风转动的风车 搭配房屋造型的 禁思与书法作品 富有人文气息 这些都是用资源回收 做成的装置艺术 创意来自公职退休 擅长书法的环保志工李瑞珊 让这个村里边的人 心里会净化 再一方面就是说 让别的社区 或别的地方的人来的人 你们这边很有创意 南投草屯的南浦环保站 里里外外都可以看到 李瑞珊的书法创作 让这个环保站格外有人文美感 有人文香也有菜根香 环保志工的坚强后盾 是这群香鸡菩萨 上午九点半送一次点心 中午还有一顿丰富午餐 一起工作 用餐 凝聚家人般的情感 来环保站就是六十万 每个人吃饭 你觉得饭就特别香特别好吃 慈激之功林金国忙里忙外 南浦环保站从无到有 他是灵魂人物之一 还自己设计制作 雨水回收系统 省水又省电 回收回来的水塔 我们总是回到关键 村上都收回来 我们要抢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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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洗手头的时候 哇 厚力 十两个 不用摩托车 开机就 噗 十多港 九个水塔容纳95吨水量 可以供环保站四到五个月使用 真正做到节能减碳 在这里 慈激之功用心带动 凝聚大家的向心力 共同为环保付出 大爱新闻 张国端 欧永光辉 南投报导